我们在那边看到一群那个毛子一样的动物 它好多 看了 看了 哈啰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一鸣 本期视频我们要来挑战爬上最高的山峰 并且在山林上生活24小时 本来我们要去挑战 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兰马峰 但是这不是疫情吗 所以呢 我已经查到了 距离我们最近的 坐落于宁夏赫兰山的欧鲍哥达 它的海拔是3556米 虽然说对于珠穆兰马峰来说 这就是个幼儿园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登山这么高的山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据说赫兰山有很多国家珍惜保护动物 比如说金钱豹 雪豹 马路 我好期待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出发吧 好尴尬 我们刚过去那里被封路了 我们要去的阿波哥达 它是一个生态自然保护区 不能进入也不能让我们跑 于是我们刚咨询了一下 当地的不仁先光人员 他们为我们指了一条 可以登山的道路 哎 看来现在我们只能去爬 赫兰山第三高峰 八岩省布尔峰 海拔3198.1米 所以 现在我们进去 吃饭吧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但是 又不可以进 啊 爬个山怎么这么难啊 我就不信了 今天我爬不了山 我这干死的 密多山的人生啊 我就想爬个山这么难的啊 这 掉住了 啊怎么放 啊人都没有 啊 怎么都没有 这里放 怎么放 好离谱啊 好难啊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就登不了这个山 我们现在吧 我们这车搞出来 我们这期视频 我们本期挑战真的好迷啊 我这挑战还没开始 我就不信了 我们两个车都搞不出来 我们放弃了 接下来我们打算 直接把这个车丢在这里 独步走过就算了 OK我们上路 我们现在准备 朝着前面那座山顶前进 走吧我们 你说真的 晚上这个地方 就算不开灯 也能看到路的 但是让我觉得搞笑的是 我其中一个好哥们 带了一个陰险 溜下来 老不摇了 他累死了 我现在感觉我哥哥还闪架了 对吧 我们继续赶路吧 江子鱼儿在你的河坎 然后飞河一头 河花依然香 这个路好难走啊 我们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了 快到了 来 算了 我终于要到了 我们到山脚下了 快晚上12点了 我们打算先在这个山脚下面 把我的帐篷搭起来 等到白天我们再继续出发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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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头发跟个乞丐一样 一觉醒来之后我发现 那个山里我们还挺近的 我们拿着吃个东西 背上我们的心 轻装上 好累啊 这东西换来换去的 体力消耗的好快啊 我们马上快到了 满满的 我们发现 我们每踏出的一步 我非常沉重 把他埋着死了 都搞得了 我才不再去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不会放弃的 我发现我们太幸运了 刚好我在爬这个山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 看到一群那个毛子一样的动物 灰色的 我带一只 哇 那好多 我看了 我看了 哇塞 我带一群了 我看到这些动物看路迷了 不过 我们现在需要继续出发了 我们赶紧完成我们的登顶吧 我们刚刚在这边 找到一条路 但是这条路非常陡峭 这对于我们 无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小心哦 地上我拿着了 拿着了 把他赢了 OK 哇 哇 我看了 我们到那个 这些小盐跑过的地方了 这里好多的脚印 刚刚那一群小动物 就从这里跑出去的 但是很遗憾观众 我们好像走到了一个绝境了 我们前方的路 全部都呈现80度的一个直角 我不得不 对我的 两个队友考虑 我们继续在走下去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而且 再加上我们带过来的 对 以及各种物资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完成我们的登山遗址了 我刚看了一下手机 我发现经过我们这两天兜兜转转 我们现在在内蒙古 我们想不想看 鸡奶牛 想不想看草原 要不你们给这个视频点赞 我们去 24小时 在农场生活 各位观众们 如果你们喜欢的视频的话 别忘记我点赞 收藏 别转发 关注我们 不 bzw 全哦 好 by bwd6